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陶罗安 这是一把机械师越南河打红蝶 土夫选而着我们在鬼屋 看红光直接翻下来 然后土夫选择一个飞跟我们下来 我们有位博士可以进前面的板子 但是这边球王还是卖一个娃娃 那擦刀结束 擦一个头 然后原定是转到前面的板区 但是转到前面的板区还是要继续跟他博弈 这边看有没有先后擦个头 擦到了 这边很好 这边风险其实还挺大的 然后这边和他一个蝴蝶 也不到对面去了 我们直接把他拍了 这边其实回头去翻鬼屋 鬼板后面两个双板 那个板子比较好 但是这边飞轮好了 这样大概是可以的 那边飞过来我们直接看台套飞轮 那时候可以进到前面的板区 这个地方已经考虑吃一道坐车了 所以不要 呃在奇怪的把你收到 你白给了 也给我们盖了一个头 这边就跟他吃上博弈 躲不到就像这道机车 好放慢了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最后走到这个车 可以随便带一个头 这边队友也是帮我们点关 站灯了 我们直接速到三战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顾小飞 还是想抓我们 几乎半个娃娃三位名 人体随便溜溜溜溜就好了 红蝶这个捏蝴蝶走失 都没声音 环球听不到 她这里一个飞虚物了 然后 好像是没有看到我们还是想投体 怎么着反正被盖了 你走了真的没有声音 又被让了 原来这边交了个闪现 这些也是够了 然后是一把 胡锦村打黄衣 那就小木屋这个点 黄衣一般 拉眼闪现或者放狗吗 然后这个位置她不交眼 放狗固着 闪现的 然后看她这个位置在窗口也已经晃起来了 十一万的就去放狗了 这边听到放狗虽然往板子靠 但是她第一时间是往远端去 走的 所以那只条狗被一个板子隔开之后就飞倒了 看里面把一只手没关系 我要扛一下 这边平时在一只手之后 骑后海测走 她现在挺尴尬的 手里面出手也不是很毒 我们手里面哇跟飞轮还在 让她正出手这里也一个飞轮 然后骑走她想当我们四大没有打到 那就尝了要不是出手就好了 这边的吓人她空里一道臭 然后 拍这个时候这边一个很奇怪的臭刀 感觉自己 有点故意积上去了 这张片应该出手 放到小屋里面看她发不翻装 先不及让我说的没看 被修理到离一看离场弹性会不是很俗 你要是一把红教堂打雕刻家 小轮这个点我一般喜欢在这个建筑跟她绕 然后后面下一波去一号或者二号 这边没敢往那个指导走 后面走怕吃甲 就让我尽量不吃甲然后看能不能挖当手刀 很多雕刻家想不到的点都是可以去试着交过一下 但是这个窗户还是一个早的心里被她夹到了 主要是第二个夹 现在 然后可能刀削一个娃娃 这个板的位置是走不到的我们提前翻一个窗 然后尽量就是如果她叫到你尝试不叫的话 我们肯定也不能进个板 然后下波飞轮抵一个刀 这里面还有一个竖架 这边有点看不到了 直接把娃娃削了 然后她放了这样之后直接头给过板 我们选择沈仙开我们一道 然后回头小 小娃娃跟她卡到了切满了一点点 然后 这个夹我也不是很好说 好是一把 无警村沙全人 这把真的是 风上水人魅力十颗了 看下还是一把 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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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